好,各位大兄弟们,这是币圈老韭菜 我们来继续今天的加密货币市场的一个盘点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又是一个波澜不惊的一天 没有太大的涨幅,没有怎么涨也没有怎么跌 现在比特币还是在48000左右徘徊 以太坊在1567 相较昨天跌破1500,现在有所反弹 DeFi这边是完全没有量,我们可以看到完全没有量 就在这边蹭蹭蹭的,蹭蹭蹭 山寨币也就是我没有量的,包括都没有量 好,我今天想说的是什么呢 今天想说的是,今年明显的感觉到 今年的牛市跟2017年18年的牛市 17年12月份,18年1月份的牛市是完全不一样 今年因为有很多机构的介入,导致比特币以太坊非常的抗跌 如果是同样的事情放在201718年,早就牛市逆转了 对吧,早就跌成10了 但今年不一样,今年我们可以看到跌下去之后 有很多机构进场,特别是Michael Seller 天天就在那边买 那我也相信很多机构也会悄悄的买 就是因为就被买盘的力量,导致跌下去马上又涨回来 跌下去马上又涨回来 我们也知道抛盘其实是非常邪恶,非常无穷无尽的 因为这些矿工手上的币其实都是挖的来的 对吧,他们肯定要套现出货的 包括还有很多金鱼他们手上其实有很多币的 我之前说了币圈最吓人的就是其实有很多人拥有很多的笔 对吧,那些金鱼他们早期不管因缘巧合也好 或者怎么样的,他们会有很多的笔 不管是怎么样自己的撸到的,什么黑客黑到的 或者是挖到的,有一群人拥有很多的笔 他们不抛,他们一抛市场就会恐慌,就会砸 对吧,像之前这波狂砸,现在又起文又上来了 所以我就现在为止我非常看好 我还是看好牛市,非常看好 再加上NFT的爆拉,再加上周围的房地产的爆拉 对吧,我是感觉整个世界都会进入一个通货 通胀的一个周期,这个是无法避免的会到来的 所以我看好加密货币市场,尤其是那些优质币种 包括比特币,优质的DeFi,以太坊 对吧,优质的NFT,我感觉他们都是有非常大的前进 还会涨 行,所以我准备继续悄悄的建仓 继续悄悄的建仓 那具体是怎么样,我们要拭目以待 对吧,现在确实是非常不枉 就是也没有冲上去,也跌不下来 对吧,就在五万刀左右徘徊 排回,对吧,排回 那我们看啊,这是鹿死水手,尚未可治 但我个人啊,如果跌的话 我准备悄悄的建仓 行 看一下宏观,宏观这两天最最牛逼的就是 美金,对吧,逆势上扬 不知道吃了什么药了,对吧 逆势上扬 突破了前高,那前高是在这儿 2月份的时候,对吧 现在,今天跌了一点 但是已经非常牛逼了 其他的话,比特币悄悄的占上21天 EMA,对吧,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S&P500 现在有过非常强劲的反弹 好,各个币种,各个币种刷一下 稍微刷一下,各个币种 有点慢 因为我在upload 我家的网络特别差 好 说完,我们可以看到今天 以太坊可能是因为EIP 1559,对吧 那个伦敦硬分叉 代号伦敦硬分叉 在7月份强行到来 时常给的信心 今天以太坊涨6%,非常不容易 对吧,我们知道一般周末啊 都是比较平淡的 在加密货币上,相对来说比较平淡一点 因为机构都休息了 包括多些散户 对吧,散户玩不出滑的 主要是那些大佬 可能都要陪伴家人吧 对吧,就是比较平淡 好,比特币今天24%涨1.6% 对吧,几乎没什么波动 BNB涨1.5% 波卡也没 今天几乎都没怎么涨 UNISO2.2,3.3,CHIN LINK2.3 CHIN LINK最近跌的其实蛮厉害的 对吧,然后 新金币 今天涨了14% 新金币,厉害厉害 看一下AV,对吧 没怎么涨368 COSMOS18.8,THETA 今天跌了一点 对吧,这两天涨太凶了 跌了一点 Crypto.com也今天涨了一丢丢 Terra LUNA确实非常的强劲 一直在涨 7天涨46.2% SOLANA 最近跌的非常凶 SOLANA Synthetics Network 7天,因为 我们都知道Optism要来 Optism一来之后SNX 就是Optism的第一大主角 对吧 和Optism Optism合作最紧密的就是SNX 火币15块2 NIO跌破40刀 FTX跌破30刀 还有什么Falcoin Falcoin Falcoin最近还是比较坚挺的 才40块左右 The Graph 1块8毛2 SUSI 16块3毛7 看到我前面视频大兄弟在这 SUSI下周五 它的Battlebox 也叫Kashi 马上就要上线了 对吧 让我们拭目以待 能不能爆拉到20刀以上 我们让我们拭目以待 SUSI KUSAMA CELSIS 4块6毛4 Pancake 11块4 Zcash SW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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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又涨了SWChain UMA UMA这两天有空头了 我估计UMA会拉一波 UMA XUC WIFI 表现一般 Banco 7块机今天爆拉了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爆拉18% 几天涨了50% 后面我会讲讲Ban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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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T 今天Waves涨了也挺多 Waves现在就74了 Flo今天跌了对吧 之前涨得太夸张了 肯定会跌的 这也正常 IEN 没怎么涨 IOST Ontology DigiPy LoopRain LoopRain今天涨了一点 ZK Swap又开始跌了对吧 ZK Swap MDX跌很正常的 Chili又跌了对吧 这个也是个NFT 1inch 稍微涨了那么一丢丢 好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有没有大兄弟给我留言 看看有没有付费的大兄弟们给我留言 付费的话一定会回答 这个 比较慢啊 网速真的是慢 大家耐心的等待一下 这个袜子太搞笑 只有圈内人买 为什么只有圈内人买呢 大家都可以买好吧 新韭菜报道 来了老韭菜点赞 all in CIO了 但愿飞起来 谢谢你的支持啊 我也希望CIO 我也买了一半刀的CIO 希望也能够找 炒币太low了 搞一票大的老韭菜 我听你 袜子奢侈品 连续更新5000年真的成大神了 目前还没有这么牛逼的人 你好 请问您用什么软件看行情 我用的是tradingview 肯定有人已经回答你了 对吧 肯定有人回答你 还是这样啊 给我点赞 点赞 获得留言机会 获得给大家答疑的机会 好吧 好 那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就做到这儿 后面有很多的东西要讲 明天要去悉尼 对吧 可能不能够 后面两天不能够天天更新 待会会找时间给大家更新 但是后面有很多东西要讲 我之前给大家预告过了 第一就是现在layer2的chain特别多 对吧 有那个ftm fantm 之前说了fantm之前非常的火 爆拉fantm的fantm 之前讲了fantm 之前讲了binance smart chain 讲了hackle 我们要讲hackle的 讲fantm 然后我们还要讲那个matic 对吧 最近matic polygomatic 最近长得非常的凶猛的polygomatic 我们还要讲那个 xdai对吧xdai这个流 我们要讲xdai 我们要讲matic等等等等很多东西 这些东西我要先要去自己去试玩一下 试完之后告诉大家怎么玩 还有最近那个andrewcrunge又在无线推他的那个cross chain啊什么的 ac ac确实还是比较牛的啊天天在研究新的东西 还是multi chainxyz对吧 他最近在研究他的multi chainxyz了 包括一个新的东西叫做feeds.sushi 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去看一下的 到时候我都会讲 可能我还做一期ban call的视频 对ban call我个人认为价值是低估的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行 那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就不多做了啊 网速太慢了 现在说到这 再次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信任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Peace